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辞其咎 根据无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 保卫支队官方微博 无锡网警巡查执法的最新平台 无锡滴滴司机群内竟然有多人公然发表侮辱女乘客的言论 怂恿他人强奸乃至杀害女乘客 被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通报显示 8月27日 网民石某某 男 22岁 曹某某 男 30岁分别使用蒲公英的约定 和神秘人的网络ID 在无锡滴滴网约车司机群等QQ群内连续发布多条侮辱女性乘客的低俗言论 引发网民愤慨 无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接报后 迅速会同属地公安机关 锁定上述两名违法行为人 经审查 二人对其寻衅滋事的行为供认不讳 8月31日 无锡市公安局惠山分局 无锡市公安局心无分局依法分别对石某某和曹某某处 以行政拘留10日和5日的处罚 网警提醒 网络不是法外之的 任何人的网上言行 均不可逾越法律的红线 上述网民肆意侮辱女性 践踏公序良俗 虽未实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但也已造成不可逆的恶劣影响 不以法严肃打击不足以彰显法律的权威 不足以回应网民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